判了死刑 执行不执行 这一直是大家关注的议题 而台湾最近一次执行死刑 是在2020年的4月份 而目前还有38名死刑犯 在等待枪决 今天我们台湾大戴 只要带您看看 这一位唯一的女死球 今年41岁的林渝如 她在2010年 涉嫌犯下震惊社会的 连续杀人诈保案 当年29岁的林渝如 她被控为了诈领保险金 她在短短8个月之内 杀害自己的妈妈 自己的婆婆 甚至她的先生 而当年新闻媒体 还给她贴上了 金氏媳妇这样的标签 不过案子进到了一审 林渝如她却推翻了 之前的自白 她说她是被警方威胁 如果她不认罪 就要把她姐姐拖下水 她是为了保护姐姐 只好认了这三起命案 但是事实上 她只承认先生是她杀的 但是她说 那是因为先生在婚后 长期对她家暴 导致她产生了忧郁的症状 所以才会动手杀人 那么另外两起命案呢 那都跟她无关 况且林渝如的智商 经过测试只有50期 她的律师为她辩护 一个轻度智能不足的人 有能力策划 甚至有能力执行 这三起的诈保谋杀案吗 但是这些说法 不被法官给采信 全案最终死刑定业 她是现在全台湾 唯一的女子穷 而在南投埔里镇上 许多小吃店家伶俐 其中臭豆腐 更是不少人喜爱的皮皮美食 在埔里 只要一提到刘家做的豆腐 当地人几乎都知道 在埔里那边是相当有人的 做臭豆腐的大批发商 我们店经营她50压 一开始就是跟她阿公 阿公开始跟她拿货 埔里就是等于是寡餐市场 这阿公打下来的基础 全盛时期埔里大概有20家 大大小小的卖抽豆腐 所以基础打得算蛮好的 全盛时期刘家的豆腐 供给草屯埔里一代 超过五成的店家 超过五十年的豆腐手艺 全靠刘家阿公一手 打拼奠定下来的基础 传承下来准备交棒给孙子刘宇航 跟孙媳妃淋于儒 扛下重担接手经营 一提到刘宇航夫妻俩 跟刘家有五十年交情的 小吃店老板胡迅亮 印象深刻 这个孩子小时候不坏 虽然不是做功课很好 运动 打羽毛球 不错啊 全神的比赛前三名 重点培养的国手 他们就是同学之间 就找一找就去喝酒 从那次喝酒 就是认识林一如 然后就开始交往 林一如她是在那种深色 所谓的八大行业上班嘛 认识她之后 全变了 旷课 俏课 不去训练 教练 老师都跟家里讲 爸爸知道管不动 天高皇帝 所以她父亲那时候就很生气 就断了她经缘 不都不给她钱嘛 对不对 你们这样在外面乱搞 尽管一开始 刘家人反对两人往来 甚至还断了精缘 但刘宇航林一如 依旧爱的浓烈 刘家人是喜欢的 当时是不是就苦恨 跟我们带这个 有啊 我也跟她老婆说 就是她就生孩子 年轻人爱上来 家长反对有用吗 她在台南 结婚在台南请客 在普利请客 我们都去参加 但由于刘宇航的爸爸肝不好 豆腐事业要有人传承 再加上林一如 怀了刘宇航的孩子 刘家人才放下了陈建 接纳了林一如 我哥哥也不同意 我哥哥也不太想娶这个媳妇 他就负责累累啊 我哥就讲啊 不带他们的 保证时我们都已经 外面信用卡也刷 报信用也破产了 那个肝病是越来越严重 我想尽量儿子在外面啊 管不到 希望他回来 接家里这个事业 基础上蛮好的嘛 对啊 你就回来接 独占事业 副理你好好做的话 生活经济上 绝对没有问题 也许刘家梁老心里想的是 夫妻俩回来副理 接下的豆腐事业 或许一切都会有所改变 因此他们帮忙夫妻俩 还了基欠的大笔卡债 希望刘宇航 林渝如两个人 能够重新开始 而夫妻俩一开始 在经营上倒也有声有色 画面上这一盘情侦臭豆腐 就是林渝如嫁到刘家之后 开发的新口味 也让刘家第四代生意 又往上攀升 她常常自己在那边弄的时候 自己就会讲说 叫他们学都不学 以后没有我的时候 这配方你们都弄不出来怎么办 看似恢复稳定的生活 却在2009年5月底 刘宇航的母亲郑惠生 皱视后起了变化 我妈妈过世了 我说 什么 你在说什么 哪一个妈 我记得你妈 不是已经早就过世了吗 11月就过世了吗 她就说是我嫂嫂 我就说 她不是还好怎么会 她说对啊 昨天不死我就住了 我说不死我的时候 为什么你没有打电话给我 她就说 才住一个晚上就死了 刘宇航的母亲郑惠生 不到50岁 平时身体硬老 没有什么特殊慢性病 但5月27号那一天深夜 因为肠胃问题 住进了医院后 病情突然急转直下 所有人措手不及 她不过那时候过世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 好好了 有没有什么病痛 你无疑忽就突然就死掉了 我就跟我爸爸讲 去常讲看 你那些衣服都穿好了 手套都戴好了 装都化好了 我就很一头雾水啊 我也要给她解答 动作会没太快了吧 然后三天四天就把她火化 死亡证明开出来 她三天就火化 那时候连续加 连续加一结束 就火化掉了 完全就 一般人办上是哪有那么快 就是很奇怪 不奇怪吗 整当所有的亲朋好友 都还在为了正会生的促事 及办理仓促的生后事 感到不解的同时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2009年7月20号 刘家再挂起了白色灯笼 办丧事 因为年仅28岁的刘宇航 也骤然离世 我没有说一边 你大载功能 用一支一支一支都这样 我以前就问你做大户 我以前做大户 你做了一段 一段 一段 起伤害了就直接出来 做得很好 对啊 当然是很讶异啊 怎么 运动选手 就算生活在迷乱 像什么样 基础的体格 应该就是 就是不错 我就突然的就 台湾大戴旗 五湯半月底 各位好 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湾大戴旗长期以来 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 还有那些难以理解 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YouTube会员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你在加入会员之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专属的徽章 就可以跟着我们来看全台湾 更多非常离奇的社会案件 台湾大戴旗 您的家就席给我们 最值得鼓励跟支持 啊 五湯半月底 赶快动手加入我们的会员吧